今天也有很多人 拿着相机对准火岩山 拍到山顶悬崖边一大群游客就站在边上 让人看了冷汗直流 很多游客站在悬崖旁边拍米照 相当危险 他是苗栗院理镇的居民蔡玉清 住在火岩山附近45年了 工作闲暇之余就爱拿着相机记录环境 尤其是火岩山 因为地质特殊又脆弱 是厚层立石 夹着脖层沙岩构成 下方一堆沙夹着大石头 地震好雨就松动 地形总是在变 但外地来的游客都不知道 喜欢靠近悬崖拍美照 在火岩山上就是危险动作 蔡玉清只要看到都会拍下来 PO在脸书社团上提醒游客别再玩命 蔡玉清爱拍火岩山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生态丰富 这个生态相当的好 蔡玉清拍过色彩缤纷的蓝富贤 姿态优雅的在树林中散步 台湾猕猴最多爬树的 成群结队在路上走的 还有跑进人家果园偷摘水果的 在这边看猴子 跑来这边偷吃鸡子 自掏腰包买了红外线摄影机 装在果树上拍猴子 蔡玉清说拍这些不是拍好玩的 这是环境变化的记录 看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是否遭到破坏 才会冒险靠近人群觅食 这些文献把它提供给相关的单位 可以做成资料参考 蔡玉清拍山拍水拍稻米 这些影像都无私地提供相关单位做研究参考 还荣获院里正公所推荐 参加农委会举办的林业及自然生态保育 有工人士选拔 蔡玉清爱故乡 用实际行动记录下来 日积月累她认为可以成为重要史料 来回馈家乡